老師那你有沒有曾經想過要放棄 常常耶 我沒有 有 當然會想要 說實話 有 當然很多時候 我一直都想休息 沒有辦法考慮 從來沒有想過 不可能放下 沒有時間去想 不會想到說要放棄 其實我本身是歌仔戲界的逃兵 生完寶寶之後 會很想轉換跑道 入行才一年多 我那時候其實就想打退堂鼓 剛成立劇團 從一個演員 然後搖身一變 變成一個團長 變成一個製作人 不管你是創作 或是做演奏的時候 你都會有遇到一些瓶頸 就常常在這個 都會遇到這些困難度 會讓我們越來越沒力了 就好像你要進入一個結界 你沒有辦法進去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東奔西跑 這樣有牧民族的生活 我才一看那個張目 就嚇一跳 虧了好幾百萬 去兼五個工作 我覺得我容不進去 這個屬於戲劇的文化 我們就很有那個心 那為什麼會把我們勾到這樣 筋疲力盡 看到了爸爸媽媽 在經營這個劇團裡面的那個艱辛 自己一個人談就更想放棄嘛 隨時我覺得 音樂不會放棄 只是說表演事業可能也會放棄 因為孩子都不在身邊 所以我就想說就離開 就用生小孩的理由 很有禮貌地離開了 在那一段時間我真的很挫敗 我其實還甚至於懷疑 我是不是適合帶團 算了啦 乾脆我 劇團要收掉了啦 那後來 我老公跟我講了一句話 可是後來又有一句話刺激了我 他很害怕我們兩個之間 失去了共同的語言 他跟老公 明星帶團撐不過三年 後來就是因為 我小孩一直不出來啊 他就超過一展期不出來 弄得我只好 寫歌詞打發時間 不要讓父母這麼辛苦 就由我們年輕人慢慢地把他接綁過來 一直演之後 我就不能出去 我當然有時候 你會覺得我已經受不了 可是 常常有音樂回來說 OK我趕快練 所以你沒有辦法考慮 要不要放棄了 我是覺得當下是沒有時間去想那樣的時間 你只知道你要把事情做好 就是要找時間讓自己有休息的狀態 在工作中找到 當下這個工作裡有什麼會讓你自己喜歡的 你是否能去回歸到你原本最初心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你為什麼要走音樂 不管是苦澀的 不管是痛苦的 最後都會化成是 我在音樂裡面 我可以去彌補掉 他那個挫折應該不會比 真正在受苦難那些人還要來的挫折 創作遇到的瓶頸都是比較微不足道的 即使是微不足道 我還是告訴年輕的朋友 把每一個今天 當作我人生的最後一天 那個過程當中 感受到劇中人的脈搏 所以我知道我痛了 也就是因為需要經過這樣的過程 你之後所獲得的成果才是巨大的甜美 當時如果沒有那個硬撐過三年 就沒有今天的唐美歌在戲團 所以我就把孩子接回來 然後就放棄了離開這條路 別人委託了 你這代表人家信任 必須要強迫自己進步 到現在 八十六歲了還在寫 早上就六點起來 還在寫寫寶 金句已經融到我的血液裡了 當然人總是酸甜苦辣都有吧 但是對我來講 那些都是我音樂的一個養分 就是用自虐喝 自虐喝之後所獲得的快感 沒錯 把這些年輕人呢 重新的帶回到廟口 去看台灣最草根性 充滿了狂野風味的歌仔戲 然後希望為歌仔戲盡心的留下一些作品 它是我生命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好像分不開的 感谢观看